前幾週我們一直在講C語言之類的東西 上週我們有講說你們要寫主義器 建議用C語言寫 但是這一週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JavaScript 雖然這一門課是系統程式 但跟這些是很有關係的 系統程式有兩個重點 系統程式的一個重點是你要會寫系統程式 像主義器、編譯器這些東西 你要了解它的原理會寫 第二個重點是系統軟體 什麼東西是系統軟體呢 主義器就是系統軟體 編譯器就是系統軟體 還有什麼東西是系統軟體 Git現在我們也把它視為是系統軟體 虛擬機是系統軟體 作業系統是系統軟體 所以到底系統軟體怎麼區分 通常你程式開發人員所使用的那些工具 通常就是我們稱為系統軟體的東西 通常是跟電腦的底層系統比較有關的 或者是比較常用C語言寫的那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系統軟體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 JavaScript的軟體工程相關的東西 今天看的東西會非常多 我們會出個作業 就是你把我們今天所上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做一遍 你要做出一個專案 然後把它這些所有的我們所用的系統軟體 軟體工具通通都弄過一遍 這樣你才會真正瞭解 怎麼樣子在寫程式的時候 實際的使用軟體工程的工具 那我大概是四年前開始重新接觸NodeJS 搞不好是三年前 我今天有點忘記 那後來我發現 JavaScript其實變動很大 一直到今天 ES2017都還在不斷的改變當中 就是ECMAScript 2017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新的東西 那所以像我記得可能給各位看過一篇文章 叫做2016年學習JavaScript 到底是一種什麼感覺之類的那種文章 然後你會看到裡面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確實到今天2017會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真的也搞不清楚 那實在是像最近有一個消息 一直進入我的Facebook之類的 什麼消息呢 就是WebAssembly 那個火狐已經開始支援 而且它的標準 Clone似乎也已經支援 WebAssembly一旦支援的話 整個前端開發的領域 很可能又會有非常不同的結果 什麼是WebAssembly 網路組合員 為什麼網路需要一個組合語言 網頁需要一個組合語言 基本上就是虛擬機的使揮覆覆程 目前在前端網頁裡面 我們只能批行JavaSuite 一旦它可以執行某种组合语言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python也变成那个组合语言 把你的c也变成那个组合语言 java也变成那个组合语言 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变成前端开发工具 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WebAssembly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但是你把JavaScript 练手 至少你可以用JavaScript 一定还是会可以继续开发这些东西的 只是别的东西可能会进 别的语言可能会进 那我先来介绍一个JavaScript的IDE开发工具 各位应该已经也都在用了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这些功能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这些功能 那JavaScript IDE其实早期比较强的有WebStone 那Eclipse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 什么语言它都支援 NetBeam这些 那我们所使用的是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太长了 所以我们叫VS Code就好 VS Code它其实不是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是微软用来写3Shop的那些 它有视觉化界面可以拉的那种 那个是Visual Studio 但是Visual Studio Code并没有像微软可以视觉化 可以拉的那些东西 但是它其实把Visual Studio的很多精神也灌进去 包含一些我们后续看到的一些功能 其实都是从Visual Studio的想法来的 那你在Windows里面之前我们可能用NotePad++ Subline之类的 但是最近我开始觉得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确实是好用 那怎么样好用呢 它其实已经不太像是个编辑器 它比较像是IDE 什么叫IDE就是整合开发环境 就像Visual Studio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整合开发环境 那Visual Studio Code VS Code越来越像一个IDE 那这是VS Code的画面各位应该都用过 那可是这里是我的一个专案 我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如果选择说检视整合式终端机 那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这样 下面呢 有一个命令列 所以你不用再开命令列 这算是个好处 让你可以在里面就可以直接测试你的程式执行 不用再开另外一个命令列再去切 但是这个功能也不见得一定要 其实切也没什么不好 那你就比较不用常常这样子切来切去 但是接下来这个功能各位可能不见得有用过 你可以在程式码的前面点一下就可以设定中断点 有用过中断点吗 然后你可以debug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追踪 你的程式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每一个变数现在的值是什么 它都会显示在旁边 那这边你要除错的时候 你先设完中断点 你按甲虫符号 你按了甲虫符号之后 它就会进入整错环境 然后如果你是开启整个专案 是整个资料夹当专案的 它不知道哪一个是你要测试的程式 所以你要在launch.json里面填入你的测试程式 通常预设它会设一个 但是不见得是你真的要测的那一个 所以你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这边改 改掉它就会测那一个 然后你按下绿色的箭头 它就会开始执行 那我们来试一次 因为这样子讲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来试一次 那我就直接开Vidual Studio Code 那Vidual Studio Code 这是S Code 咦在哪 这里 我这个版本有更新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没有 你可以更新一下 怎么更新呢 在这个Code上面 它说查看是否有更新 有的话你就点一下就更新了 那这边有一堆乱乱的东西 这不是我要的 先把它关了 关闭资料 好OK 那我们现在呢 拉一个一点程式出来好了 我这里弄了一个JS2 我把这个JS2的资料夹整个拉进来 当你把资料夹整个拉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专案的东西 那在这里它会有一个Launch的这一个程式 Launch在点VS Code里面 那你可以设定它的主程式 那可是其实我在这里设定 因为它只有一个主程式 只有一个程式 所以它就用File 那这是OK的 但是如果不是只有一个程式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先把它关掉 关掉这一个好了 关闭资料夹 我另外开另外一个 我如果在这里 我把Chinese Convert给拉进来 那这时候呢 它这里 有一个 也有一个Visual Studio Code 这里你就看到 它的那个Launch 它不是 不是像刚刚是写By 它改成写Workspace Root Workspace Root 这代表说 它这是一个专案 那我们现在 如果要让它执行 在这个Example底下 它有一个ES1.js 我如果要让它执行 我在Windows里面弄的 所以这里 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这种斜线比较好 那我把它存档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主程式设成是这个ES1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在这里我们已经有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新增主态 就会跑出一个Launch.json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开始 先设定中断点 如果你不设定中断点 就执行的话 它会一次执行到完 而且不会跳出来 那所以我们先设定中断点 再执行 你就看到 我执行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有一些东西 显示出来 但是因为我这一层的东西 其实比较 没有什么要观察 那在这里 它有所谓的不进入函式 它其实是指执行一行 但是不进入函式 这个是逐步执行 这是执行一行 但是它会追踪函式里面 这个是跳离函式 就是你在里面 你假如到外面那一层 就让它执行完那个函数出来 那这边是重新启动 这个是瓶子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直接选择 逐步执行进入函数 那你就看到 OK进去了 它就开始一直执行 那你可以观察到 它里面每一个变数到底是什么 像S to t S现在是谁 每一个变数到底是什么 你应该都可以观察得到 所以这样有bug的话 有时候如果你不依靠 console.log这种列印方式 去观察它的内容 你如果想要逐步追踪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看起来对你们好像比较亲切 可是不见得它就比较好 因为除错 你靠这种IDE的话 就一定要有人介入 那如果你不靠IDE 你直接输出的话 其实你中间的过程 你不用介入 你只要看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就好 你不用这样一步一步一直按 你这样做看起来 好像比较有效率 但事实上其实做久了 你会发现它比较没有效率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要忍在那边按 一个程式如果错了100次 你就得按100 100轮 而且每一轮都要一直按 从头都按到尾 你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效率吗 不一定 所以这个工具是好的 但是在某些场合底下 你适合这样做 但是不是所有debug你都用这样做 其实是不对 这是在某些场合很适合的底下 你需要这种工具的时候 你就去用就可以 那如果OK我们现在觉得没有要一直追踪下去 那我们就选择不进入函式 这样子一直执行 直接执行到跳出函式 再执行一次 就跳到这里了 那这里你会看到 其实它到底执行的东西 有没有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 当我这样 有没有 它这里就印出来了 所以这里是针错组控台 它会显示你所显示的那些结果 OK 那这个是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它就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 那但是它不会真的停止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让它停止 你要把这个按一下 它就真的停止 OK 那你如果要再执行一次 那就再按这个启动就可以了 中断点还没有射掉之前 它会在这里停 如果你不想要中断点 你去把它射掉 射掉之后 你下次它就不会在这里中断 OK 那所以我如果中断点射掉 就变成它会直接执行 这里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要先结束之后再按执行 它要再执行一次 好 那这个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的除错功能 好 那所以除错功能我们讲完了 接下来你 如果你用VSCode 其实它有Intellisense 这样的成员提示功能 我稍微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什么叫Intellisense 我现在在这边写 当我打convert点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convert里面有哪些函数可以用 OK 那不一定有一些是convert的函数 有一些其实是痊愈变数 你现在可以用的 那这些通常 里面像这个 这个是convert的函数 你就可以选 那会比较容易 这种是Intellisense 但是JavaScript它不见得能够做的很 百分之百都完全正确 因为JavaScript的设计 比起那种编译式的语言 像C Sharp而言 要做这件事情不容易 因为它可以动态的塞一堆东西进去 所以系统不容易知道它现在有什么函数 如果是强形态语言的话 那它不会动态塞一些东西进去 所以它系统永远知道它现在有什么函数可以用 但是JavaScript不是这样 所以微软为什么要提出另外一个叫TypeScript TypeScript就是它把JavaScript变成加上形态 那这样子的话在软理工程的这些上面会比较好 可是问题是你语法就不再是JavaScript 就不同用 就变成被微软绑架了 这是人家不喜欢的一点 好OK那这是Intellisense 那所以其实VS Code看到现在我会觉得 VS Code看到现在我会觉得 它其实已经算蛮好的一个编辑器 而且是IDE了 那你可以用它来开发 那但是其实VS Code我觉得还接下来一个 让我更欣赏它的一件事情是 它跟微软过去的作品有一点不太一样 它开始真的懂得什么叫做社群 然后它会借用社群的力量来让它这个软体 有很多很多人帮它写插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微软其实在我念大学的年代是非常强大的 那到了2000年之前都是无敌的 但是到了2007年iPhone开始出来之后 微软就 你看我们桌上摆的电脑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就是苹果就敞了很大的一块市场 而且是赚钱比较多的那一块 赚钱比较少的留给微软 那所以自从苹果进来之后 微软开始就一直要 一直要改 但是它不见得改得掉 所以它的前一任CEO巴默 本来是那个比尔盖茨的搭档 后来巴默也被董事会换掉了 那换掉现在的新任微软的执行长 其实我觉得它做的还算不错 它其实上来之后微软有点改变 那微软的产品像Visual Studio 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比SCode让大家觉得更好用 但是它只有那个产品好用 那苹果不是这样 苹果SCode虽然不好用 但是它的iPhone好用 它的iPad好用 然后它整个生态环境 它最强大的是它的App Store App Store里面有非常非常大量的 的软体可以让你安装 你有看过你在Windows里面 你有找比如说Windows Market里面 去找软体 然后来安装你常常做这件事情吗 其实通常很少 对不对 我们就自己上网安装一个就好 我们不会透过那个 Windows的Market去下载这个安装 很少 很少 那所以微软就是不会经营这个 那可是在VSCode上面 它开始我觉得它已经了解这件事情 它开始经营 我觉得它经营的还不错 VSCode的Extension Marketplace 那这个就是它的插件库 那插件库里面我目前只用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叫Standard JS Standard JS是啥回事呢 Jaraclit它的程式码呢 常常很乱 比如说它的字串可以单引号也可以双引号 它行为可以加分号也可以不加 三个等号跟两个等号呢 基本上很像 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 小小的不一样就是三个等到会检查形态 两个等号不会 那函数可以用好几种写法 物件的写法不止好几种 那ES6开始又有什么EU的Generator 结果ES2017说要改成Async和Weight 乱的不得了 所以学这个领域的人常常都必须要有一个本领 就是你随时都要判断 哪一个东西是成熟了我可以用 哪一个东西我用进去会当白老鼠 那有哪些东西呢 现在从这么多这么多东西里面 我应该挑哪一个来用 如果你是走微软路线的 你通常就不需要 反正微软推什么我就用什么就对了 但是如果你用Node的话 你这样做 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官方 我们随时我写一个程序 我就放上NPM 虽然NPM看起来是官方 但是几十万个套件 那都不是官方 那都是人家写的 都是你社群贡献 那所以JavaScript很杂乱 那连他的社群都很杂乱 语法杂乱 社群杂乱 那最后就是很随便 就是你们在做NPM publish的时候你也知道 我那个程式不管有没有过 有没有测过 甚至连程式都还没写 我都可以publish一个 对吧 连readme都还没写 我都可以publish 对 那这就很随便 所以对于公司要用这个东西而言 他们常常怕怕的 那如果真的用JavaScript的公司 现在大部分都是新创的公司 比较着重在网页前端 然后网站 APP 这样的公司 比较会去用JavaScript 那传统的大公司 像台积电这种 几乎是不太容易去用这种东西的 他们可能还在使用Visual Studio Code 或者是Visual Studio 或者是Cshop 或者是Java 之类的这种东西 他们比较少会采用JavaScript 那JavaScript在企业端也没有太大优势 企业端目前应该还是Java的天下 那可是JavaScript的程式很乱 我们怎么处理 一个办法是 有工具可以处理 你用JSLINT或JSHINT 这样的工具 你可以用来统一的限制语法 比如说你一定要用三个等号 你不能用两个等号 你自算一定要用单引号 不能用双引号 你可以这样规定 甚至你可以做更细的规定 那Standard JS它就是用JSHINT建构出来 只是它把你规定到完全由它来规定 你不要再去改革它的规定 它就是规定这一套 你就照着做就好 那JSHINT都是可以调的 你自己要去写规定是什么 但是Standard JS就是你只要用我的 你就照我这一套 你不要再调了 就好 那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程式码要受更多的规范 原本没有问题的程式码 可能会出现一堆警告讯息 本来你用两个等号没事的 程式是正常的 但它说不行 你要用三个等号 否则我不让你过 就会有警告 但是我习惯了之后 我会觉得其实这样做不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前几天开始我就写程式 我都用Standard JS来检查 那这是一个网友分享的 这份中文文件也是那个网友翻译 直接放到Standard JS的官网 那基本上Standard JS它规范的 第一个我们常常那个到底要用TAB键来缩排 还是要用两个空格还是四个空格缩排 大家都有意见 对不对 Standard JS就直接规定 不能用TAB键 只能够用两个空格 另外自算一定要单引号 你用算引号的话就是错 没有不必要的变数 你宣告了不必要的变数 就是宣告了没有用的那种变数 那就是错 那不要加分号 不是完全不要加号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加 就是你在for回圈 for什么i等于0 然后那后面还是要分号 那但是每一行的后面绝对是没有分号 这是他所谓的不要加分号的意思 绝对不要用括号 原括号或中括号开头 然后关键字后面要加空白 像这个if 后面你不能直接接括号 你一定要加个空白 那函数名称后面也要加空白 函数名称后面也要加空白 统一用三个等号取代两个等号 但是obj等于nure 可以用来检查nure 或者undefined obj等于nure 就可以检查 他是不是nure 或undefined 他不是 这应该念now 是now undefined 所以 这一个他保留 那一定要另外处理 node.js里面的ERR 错误 你不做错误处理是不允许 一定要做错误处理 那在前端浏览器里面 像什么location history 那些东西 你不能直接写 你一定要加windows windows.location windows.history 否则他会告诉你你的语法有错 那这些是他的规定 那你可以用npm install standard 来安装 那最好把它放到global 你就哪里都可以用 而不是只有那个专案可以用 那你如果想把这个standard 放到你的package.json里面 当成是语法检查工具的话 你就要加savedev save是放在安装套件 savedev是放在开发工具套件 所以你可以放在savedev 好 那安装完之后你打standard 他会帮你检查 那个目录底下 所有java split的语法 但是这样其实是不好用 因为你总是希望说我在打程式的时候 就马上知道到底语法有没有错 所以他给了你插件 他有vscode的插件 有各自各样编辑器的插件 他都提供了 那在vscode上面 你要用这一行指令就可以完成安装的动作 那我们来做一遍 我们来看看 刚刚的这个 standard.js 好 这是standard.js 好 繁体中文 那你从这边 哦 不用再看繁体中文 这个install install install 往下拉 这边有插件 有vscode standard.js 好 这里有一行指令 他说你要按这个p 这个加p 这个因为各位的键盘不是mac的键盘 所以基本上他是四床键 window键 加p 先选copy 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安装 但是我试一次给各位看 你按下去之后 你看我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他这边已经是安装过的 如果你没有安装 你应该会这边是一个安装 你把它点下去 再点一次 就安装 那你就可以来检查 那问题是 到底他有检查检查在哪里的 你会看到这里他说了 他以这个test.js而言 这个test.js 我现在是在test.js 那est.js 他这个test.js而言 他有几个bug 这个是容许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讲的一个东西 叫moca 单元测试工具 那因为moca里面 他确实不会引用moca 所以 就 这样子是ok的 只有在这个情况 目前我是 会放他过 虽然他有警告 但是我不理他 但其他情况 就是我就会修正 其他什么情况 会修正呢 比如说这样 我现在随便 随便把这个程式 改成 不是不正确版 我改成不正确版 你有没有看到有几个错误出现 第一个在convote.js里面 他说missing space before function balances 差一个conc 改掉就没了 在最后他说extra semicolon 就是多了分号 不要分号 好 改完 ok 那这三个错误 我刚刚说我们是容许 因为他是moca的测试 这个我们后面再看 ok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东西来帮你检查预防 用standard.js帮你检查预防 那 安装的方法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那这个是一些错误提示 是我们刚刚也看过 好 那这修掉了 就会符合标准规格 你只要符合standard.js的标准 你传上github 那个排版是绝对不会乱掉 像我之前常常是 我用tap键 我又用空白 我tap键又把它射成是两个空白 最后我传上去 它的tap键是四个空白 排版整个跑掉 如果我用这个检查过 它不会跑掉 OK 那语法统一了不代表程式一定没有问题 因为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通常还是要做单元测试 你要测试你的程式是不是有错 怎么样子测试程式有没有错呢 在node.js里面我们通常会使用mocha 这套测试框架 其实还有别的测试框架 像是jasamine 不过我觉得mocha 比较好用 比较多人用 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各位怎么样用mocha 那这个都是刚刚那个专案 所以它说 it test cn to tw describe convert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describe就是我要描述一个测试的集合 那it就是测试的单一测试 describe是一群测试 it是单一测试 把减体转成反体 那如果它转出来不是这一句 那就错了 这个cn to tw会做减反转换 减转反 那反过来这个tw to cn 是做反转减 那所以它一定要变成这一个减体 不然就错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给各位看这个 现在这个程式呢 基本上在我们的 里面了 那我就开这个终端机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已经在就是这个 chinese convert 这一个专案里面 那各位如果要直接测试 你就git clone 去把这个弄下来 我告诉各位在哪里 你就打我的帐号 ccckmit 然后呢 chinese 我先关掉它 好 chinese 底线 unvert 好 那就会找到我 我上传的一个 繁体简体转换的程式 转按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安装 但是我们今天不建议 各位用这种方式安装 请你用git clone clone clone这个网址 把它clone下 把它clone下来 然后你就有了我的专案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去 试刚刚的那些东西 那你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 在我的专案里面 我因为我已经都有写package.json 这些东西了 package.json 是什么 就专案的描述档 还记得上学期我们有上过一次是讲10分钟的NPM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有印象 这一个啊 NPM套件管理 这些你要会做 你才会做package.json 那种东西 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也没关系 为什么 call一份把它改掉就好 现在很多东西你不是从头到尾写 你要懂得copy别人的东西 然后把它改掉 你要知道改哪里 现在写程式越来越几乎没有人会从头写 你总是copy别人的东西改掉 然后改成你要的就好 所以在这里你就call过去 你觉得哪边不适合你就把它改掉 那比如说这个网址当然可能不是你的 你可以改 你改成另外一个专案 可以的 版本你就写0.0.1一开始 通常是0.0.1就可以 那名字 那名字 可能你这个专案不是做这个事情 你这个专案如果是做 做 譬如说 Jason Parson 那你就写Jason Parson 但是最好你这个名字是去NPM上面检查 没有冲到 你再用那个名字 好 那这样就可以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我要给各位看的是 我们要做测试了 我们要做测试 要做测试 怎么测呢 刚刚这个就是测试程式 这个测试程式 一定要放在test资料夹里面 这样MOCA才可以测 好 所以你就去安装MOCA NPM Install Global MOCA 就会安装好 MOCA这个测试工具 然后你在这个资料夹的底下 资料夹的跟目录底下 打MOCA 他就会跑那个test资料夹里面 所有的JS程式 测试一遍 如果是绿色的代表是正确的 如果是红色的代表有错 红色你就要修改 那在测试程式里面 Described是测试群 IT是单一测试 Assert.Equo 是用来真正测 两个东西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你希望它一样还是不一样 还希望说它符合什么条件 某个阵列里面要包含这个东西之类 我们看一下MOCA的官网描述 这是MOCA的官网 那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告诉你怎么安装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测试翻例 它在测试阵列 然后呢 里面的index of功能 然后123index of 4 4不在123里面 所以它应该会传回-1 OK 所以像这样一个程式 你一打MOCA下去测 它就会发现 打勾的就是对了 那如果打X的话 就代表你的测试有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它 这个待会再讲 你打MOCA它就可以测试 好 那接下来呢 Node.js官方 它有支援一个叫做assert的物件 你要requireassert 那就可以用 像刚刚这样 requireassert 我就可以在这里 叫assert.equal 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 用assert去判断做测试就可以了 但是assert这种语法 比较是工程师看的 assert的意思是说 某些条件一定要发生 确定 那这种语法叫做TDD 应该说这整套测试叫做TDD 但是这个语法也就叫做TDD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测试驱动开发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直接接触客户的人 有一种 写程式的公司 软体公司其实有很多职务 那有一些人 他是永远都在公司里面不出门的 他就是一直在写程式 有一些人呢 他是做专案经理 那专案经理他就知道专案的规格 然后要去想办法 带一批人来做 那这个专案经理有时候 他是会跑外面的 有时候不会 那如果是有跑外面的专案经理 那他就可能会去客户那边 接专案 然后先跟客户讨论规格 那当他直接跟客户讨论规格的时候 就会写下测试案例 如果对于比较好的软体公司而言 他会在跟客户讨论规格的时候 很明确的定出测试案例 这样子他回去之后才有办法 开始带人来写这个程式 所以他跟客户讨论测试案例的时候 如果刚刚用那种assert 客户看不懂 那就不好沟通 那所以比较另外一种做法是 使用客户容易看懂的这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BDD Behaviour Driven Development 行为导向开发 那行为导向开发的语法 像chaichai这一个套件就有支援 他的做法是像这样 你看他采用should的时候 他说什么东西should be a 什么 听起来就好像在念英文 那客户就会比较容易懂 那你写下来你也比较直觉 因为你就跟一边跟客户讲一边打 OK就比较直觉 他说什么东西should equal什么 什么东西should have length of多少 什么东西should have property 什么 这个have property就是一个物件 物件里面有flavors 这一个属性 OK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做你的测试规格 那这个通常这种会去跟客户接触的人 他不会当场就把程式做完 他是先写下这些 这些呢全部都还没有测试 但是他已经把测试规格处给开好 开好之后回去 回去他已经把这些通知 通通都放在他的test资料夹底下 变成一个一个的.js 但是你所有的东西跑下去一定是全错 因为你后面根本没有实作逻辑 所以 这时候PM的任务就开始了 他会去说OK 我们的规格数已经开好 哪些东西看不懂 OK 可以问我 那你来写这个函数 你来写那个函数 全部拍下去 好 做完 收回来 结束 测试 OK 那你自己做就要自己测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模式的话 就会比较有制度 比较你开发的过程 有一定的软体工程而可言 那这件事情各位很快就会碰到 如果你到时候你是这样做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做的会比较顺利 什么时候你会碰到 你们要做专题 你做专题 你们组长是干嘛的 组长应该去开这个 对不对 组长就是PM PM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开规格 然后呢 写程式才有办法分下于写 否则专题最后都是怎么做 就是四个人买披萨 一个人写程式 那这样子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这是一个好的专题做法 所以你应该是要开始试着去用这样的工具 那你会用之后对你们的专题 我相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接下来你要试着把这些专案全部都放到Github上面 你不用Github合作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怎么样做fork 然后我今天应该讲不到用那个pore request 那你可以透过Github的fork和pore request 然后clone下来 然后push pore 来做你的专案互相之间的合作 有很多人他的合作方式是怎么样 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份call 然后呢 你的电脑里面有一份call 你的call跟我的call完全是没有相关的两个东西 好 那等到明天的时候我们见面 我把callcall给你 然后呢 我们才可以开始合作 现在不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我的电脑里面 那你的电脑里面 我们都是从Github上面拉下来的一份call 然后我改了这个之后 我自己测试完毕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push回去 那你也改了对不对 你觉得没有问题 push回去 但是你做的比较好是 我push回去的同时呢 我们就已经在跑测试了 自动跑 用什么跑 等一下我会介绍 用tubis 跑完测试 报表就会直接出来 他会email给你 你就知道我的测试有没有错 如果测试是过的 你才可以放心的 就是放心的不用再改 如果你测试是对的 测试是错的要改 测试是对的就不用再改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合作 就不需要碰面 你就可以开始合作 应该是这种模式 你才有办法真正在写程式上面合作 在学校如果没有学会写程式上面的合作 你专题 通常就会很麻烦 OK 出去工作就更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支援各式各样的那种TDD BDD的语法 你可以采用try这个套件 tryjs 那这个tryjs就有了shoot版本的BDD expect版本的BDD 和assert版本的TDD 你可以自行选用 我目前都是用node内建的assert 我没有用这个 因为我自己写程式我没有给客户看 没有给客户看 我就不需要用shoot和expect的这种BDD的语法 因为我自己了解就好 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客户的话 可能就要考虑BDD 那你到底要用assert 用inspect还是用shoot 如果你选择assert的话 不需要安装shive 你只要直接用node里面的assert就好 用的顺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大家都看得懂 就不需要一定要用哪一种 就是你用顺手就可以 测试好之后 你就可以用git上传到github上面去发布 那你也可以用npm去发布node.js套件 那发布完 还记得吗 npm version page version page就是让版本最小版号近100 所以它原本应该是1.0.2的 现在patch完之后变1.0.3 那publish就把你现在的版本发布到npm上面去 那这样子你发布到npm上面 人家就可以很轻易的用npm install chineseconvert 这样子来安装你的软体 OK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那就完成你的套件开发和部署的任务 所以刚刚我讲到现在的这些工具 全部都算系统软体 只要是开发程式用的软体 基本上大部分我们都可以说它是系统软体 好 那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怎么做呢 现在软体工程我们会用continuous integration 持续整合 持续整合 持续整合是什么东西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很抽象 所以实际用一个持续整合的工具 我现在用的是Travis CI Travis CI 这是一个可以跟Github搭配的一个持续整合工具网站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它维基百科的说明 软体开发领域中的在线分布持续集成 用来建构测试Github多把代码的服务 那它支援了Ruby JavaScript Java Scala PHP Haskell Erlen 基本上大部分都支援的就是不支援C++和C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C++和C可能是跟底层的硬体比较关 所以它有时候开发是开发手机版 而有时候开发那个你要 它要支援可能是比较麻烦 所以它就可能目前还没有支援 那Java Speed基本上它有支援Node之类的都有 那你用的方法就是你 你们现在应该大部分都有Github账号 没有Github账号赶快开一个 开了之后呢 你就去Travis上面用你的Github账号去Sign up Sign up就是注册 Sign up完之后 OK 那你就可以开始用 是Sign up还是Sign in 可能是Sign in 应该是选旁边这个绿色 可能是Sign in with GitHub 我忘记是用哪一个 然后呢 你必须要你的专案 在你的专案里面写 一个.Travis.yml yml yml是一个类似Json的描述档 只是它的语法比较像Python 描述档 描述档 那你要写 因为我们这是NodeJS 所以要写Language 就写Node底线JS 然后NodeJS 后面写的这是你的测试版本 目前的NodeJS版本应该是7版 7点几 7点几都算7 那6点几都算6 所以我这样写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程式要在Node7版6版5版上面都要测试一遍 那你必须要在你的package.json里面描述 这个Squid的test测试方法 这样子你Travis才知道怎么测试你的程式 Travis的测试方法就是呼叫npmtest来测试 呼叫npmtest去测试你的程式 npmtest就会启动package.json里面的test叙述 那我们的测试方法就是呼叫mocha 所以在这边就写上mocha就可以 那你必须在你的dev.json里面确定mocha有进去 否则当他呼叫mocha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mocha找不到 所以你必须要在dev.json里面去加 有了之后就可以测试了 那我这一篇是看完这一个文章之后才写的 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从这边学来的 那这一篇写的也很完整 所以如果你待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 看一下这边也是一个办法 那这样你每次把你的作案推向github的时候 Travis CI就会自动帮你测试 这是我自己写Chinese Convert的测试结果 OK测试了 过了 绿色的就是过了 红色的就是有问题 那这边还有分 他说七版六版五版分别测试都OK 有时候七版OK六版OK 五版不OK 他就会有个叉叉 那他也会寄信给你 所以每一次测试完他都会寄信给你 你会在你的email看到 那这样你应该开始就差不多把JavaScript软体工程 我觉得目前比较重要的工具 通通都看过一遍 好接下来 今天的工作就是 请你们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你自己写一个程式去测试一遍 但是我发现 昨天的一年级程式设计课 我这样子说了之后 没有人有办法 所以我今天先告诉你们一个捷径 然后你先做完这个捷径 你再去写自己的程式测试一遍 做完什么捷径呢 给各位看 我这边有Chinese Convert这一个专案 那你现在就登录你的GitHub 先登录先sign in 那这个专案基本上不是 怎么讲 我现在还没删印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账号来删印 我自己用另外一个账号 我有两个GitHub账号 我用另外一个账号删印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我如果是拥有者 我做的动作跟你们做的是不一样 我现在假设我自己不是拥有者的话 我做的动作就会跟你们一样 那我现在去sign in 我不要用CCCKMID 我用CCCNQU去sign in 然后进去之后 我一样看到这个专案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CCCNQU 所以我不是这一个专案的作者 所以我可以fork它 我可以fork它 那你在这边你就给它按一个fork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里就换掉了 变成CCCNQU1 我是NQU1 但是我的账号是那个NQU 但是我的这个是NQU1 因为有充当 那这样子它就变成我的套件了 我已经把它fork出来 fork就是分叉 分叉就是复制的意思 就是分叉出一个版本 然后你就可以改它 但是在改它之前 先暂时不记得改 我们先让Travis找到你的专案 所以我现在要进Travis 我进Travis 我Sign in with GitHub 我一样就用刚刚的那一个 你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自动以你现在登录的那一个账号去连 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你要授权 现在我在这里 在我的账号的account底下 底下它会有一个 你进去之后 在account底下 它会有一个 sink sinking with sinking from GitHub 它会在这样跑 就代表它还没sink完 那它正在sink 但是你可以看到 像我这里 它已经把 Chinese Convert 给抓进来 抓进来 但是有个问题 我这里是XX的状态 我XX的话就代表它不会对这个专案进行测试 你必须要把它打开说要它测试 它才会进行测试 但是即使你打开了 你进去 它还是没有测试的 为什么 它会说 No build for this repository 然后 Want to testing this project 它说读这个文件 但是不用读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修改专案 它就不会进行测试 你必须要修改了专案之后 它才会进行测试 那怎么办呢 我就去修改我的专案 那我修改什么 改ReadMe就可以 我改ReadMe 我不要改ReadMe 改ReadMe真的好像很假 我改Chinese Convert这个组程式 我改Chinese Convert 算了我直接改测试檔 我改Test里面的这一个 Test.js 我改这一个 然后呢 我先做一个加个注解就好 加个注解应该不会影响结果 对不对 那怎么改呢 这里 现在在这里面 Edit在哪 看看 这里 这里有一个笔 这个笔就是Edit 我现在呢 进去 编辑模式 好 那这样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我就加一个注解说 请 故意让Tavis Start Tavis CI 我就加这样的注解 虽然它没有意义 那我就把它 把它存起来 下面有 CommitChange 就是送出你的修改 Commit完 你又要看到 OK 它的版本已经更新了 版本已经更新了 然后你回到你的 这里 它已经在测试了 有没有看到 它现在是黄色的代表 它还没测试完 那它现在正在对每一个都测试 所以这个圈圈一直在转 目前已经花了快一分钟 超过一分钟 快两分钟 然后测试完之后 已经测试完了 你看到它已经变绿色 绿色就是成功 红色就是失败 那 我们都成功的话不太好 因为都成功的话 你就看不到失败到底是怎么样 等一下你看到失败 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现在搞一个失败 我搞个失败的就是 我把其中一个 其中的一个 故意弄死掉 比如说 简体转繁体功能测试 我把这个减给拿掉了 那它就一定不会相等 对不对 它减转繁之后 一定多一个字怎么会相等 但是我们就把它存 再Commit Change 好 一Commit上去 照理讲 它这边又要开始测试下一版 那这时候它应该测试是不过的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它都会失败 但是这个程式为什么测试比较久 因为里面有一本 简转繁的字典 繁转捡的字典 所以比较大 不然应该是测试很快才对 但是因为这个程式大了一点 所以它可能Torvis的CPU没有那么 没有办法支撑那么多 你看全部都差它了 有没有 好 这就是测试失败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它测试是失败的 所以再把它改回来 把简加上去 嗯 变成加钱 变成加钱 把简加回去 再捶一次 它又会忙着测试 所以Torvis的服务真的很累 不然 它总是很尽力的帮我们测试 OK 但是很方便 对吧 所以我一commute上去 它又开始测 好 那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应该是要测试成功 除非我简直打错了 否则的话应该是要测试成功 好 那现在各位就可以开始 去做我刚刚做的这些事情 你可以先利用Folk我这个 专案的方式先去做一遍 你会做之后 你之后 改成用自己写的程式 上去做一遍 OK 自己写程式 自己写测试檔 自己用Mocha测一遍 测完之后 再放上Github 打开Travis 然后 让它 让它启动 然后再测试 你自己的程式 先用我的 之后你再用你的 好 这次测试过了 所以第三次过了 那它会有BO的History 里面你所有的测试记录都在里面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OK 如果你要跟别人合作 这种模式 就会好得多 你做专题就不需要一个人 永远一个人在写程式 你可以五个人写 三个人写都OK 今天我们的讲解就是先到这边 那请各位 这种东西听完都没有用 你要自己做一遍才会有印象 你才会真的了解它到底在干 所以 请各位 现在就开始做 今天的这个 你先fork我的这个Chinese Convert 做完一遍之后 你觉得OK 你再开始写自己的测试程式 哦对 Chinese Convert 这里 你这边要打Mocha 你才知道说 Mocha怎么用 这个它打了Mocha 它会测试 两个都是过的 OK 但是如果没过会怎样 没过 所以我们把 把这个 Test 这里 我一样 把刚刚的那个简字拿掉 然后再存档一次 你再打Mocha 你就会发现 它出现失败 这是没过的 所以你在Local就可以测试 你不一定要靠Travis 但是Travis是 每次push 他就会测试 这是他的好处 那当多人的时候 这样是很有用 好 OK 那就开始 请各位 自己试一遍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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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